之前国君砸上千万拍显相剧最好的选择 找来陈一伦袁爱飞担任男女主角 不过袁爱飞却跟剧组不合 风波不断 他还被算是最坏的选择 当时袁爱飞的演技也受到质疑 有网友觉得他的表情总是充满尴尬 播出收视只有0.22 妙的是最近听说国君还有一拍续集 本来打算再找袁爱飞 不过周刊报道有军中人士介入 担心找袁爱飞来又会出事 强烈阻止让他再当女主角 看来国君这次真的下定决心弄好续集 替国君形象加分 我这超过100分 我这超过100分 我这超过100分